黄河流津青海后 看到的就是上游第一座水电站 世界闻名 中国第二大水电站 农阳峡水电站 两岸峭壁陡立 河道峡窄 水流湍起 最窄处仅有30米左右 是建造水电站的绝佳地形 农阳系赞于 农为沟谷 阳为峻崖 即峻崖深谷之意 整个农阳峡水电站 坝高178米 坝长1226米 宽23米 在黄河中形成了一座面积383平方千米 库戎247亿立方米的人工水库 游完农阳峡水电站后 沿着国道310 就到了今天的目的地 农阳峡土宁地质公园 景区门票60元 公园位于农阳峡镇西北15公里处 土宁的形成最远可追溯到8000万年到1亿年的冰河时期 受地质构造活动影响 在以流水侵蚀为主的万力作用下 形成了独具高原特色的丹峡地贸景观 年绵五十余公里 农阳峡土宁 因远万如宁而得名 地貌类型多样 千姿百态 栩栩如生 游以万佛曹宗 骆驼饮水等最具神韵 这里也是世界最典型 分布面积最大的第三系底层分化形成的土宁之一 土宁景区以沙沟 荒山 幽谷构成一个原始 荒年 粗旷的远古世界 自然的风光别具一格 给人一种最原始的美 真的是被眼前其他的地貌景观 深深的震撼